发芽根堡的地方采购鲜叶冒充西湖龙井 这些做法都会伤害到西湖龙井的图案 杭州市正在今年三月的地方 正是之前杭州市西湖龙井茶保护管理潮流 整顿市场秩序 迫近相关茶叶的远区发行 消息的是 来看杭州市道市举行 其实西湖龙井遇到的问题 并不是特别 而是中国茶叶市场的一个普遍分界 茶叶的原料 采摘 工艺都是非标准化的 消费者除非把自己生生喝成行家 否则根本搞不清这里头的门门道道 比如在你面前摆三包西湖龙井 有三百元一斤的 有三千元一斤的 有三万元一斤的 你能分清楚谁是谁吗 就算你能分出来 那你能说得清楚 凭啥价格差这么多吗 这种高度的信息不对称 就导致了茶叶是个极为分散的蚂蚁市场 三千多亿的市场规模 多年来却连一个销售量在十亿级的品牌都没有 也就是说这个市场中 没有一个玩家拥有超过百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当然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像天福名茶 吴玉泰 张一元 到一批头部企业开始跑了出来 年销售额也破十亿元了 另外还杀出来一批超级黑马 这就是2016年才推出的小冠茶 上市仅仅两年之后 小冠茶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二十亿元 成为当年茶叶市场的最大赢家 那么小冠茶到底做对了什么 最新一期的详谈 李翔老师就采访了小冠茶的创始人 也许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但我答对 你一定听说过他创业的品牌 比如贝贝加 郝季星 一人一本 8848手机 对 这些红级一时的爆款产品 竟然都出自同意的人 他们的共同特点 就是找到一个没有被发现的细分市场 作为切入点 通过密集的广告投放 占领消费者心智 外组进程放 杜国营也如此被业内认为是营销 看不到 我们好像就可以得普及论 小冠茶的成功 只不过是杜国营爆款制造流水线上的 又一款产品 他切入高端商务茶这个细分领域 靠高明的营销手段迅速拉帽 但是也很有可能 小冠茶就像杜国营之前那几款产品一样 红级一时去谈话一线 成为某个特定年代的符号记忆 是这样吗 读完本期详谈 我发现我对制造爆品的理解太浅了 最让我想不到的是 杜国营对自己的定位 从来不是营销高手 而是产品经理 他反复强调一句话 产品是造 营销是零 或者按照时髦地说 产品是一 营销是零 换句话说 外行看爆品 看到的是产品被营销拉爆的过程 而内行做爆品 真正的功夫在前面 也就是发现隐蔽的痛点 然后像高手点血那样 用一款产品去精准击中那个痛点 比如贝贝加 不过营当个中学老师 他在课堂上 早得提醒埋头服案的学生 做好了 家长辅导孩子过夜 也得一遍遍的怒吼 坐直了 都成萝卜了 而贝贝加解决的 就是代替老师和家长的一遍遍提醒 让孩子做吃 成为爆款的前提 而广告营销 只不过是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 向消费者传达 第一 我发现了你的痛点 第二 我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第三 为什么我值得你相信 同样的 好记性解决的是学生被担子 记不住的问题 一人一本 解决的是商务人群手写输入的问题 咱们再来看小罐茶 为啥是小罐 商务场合招待客人喝茶 从大罐子里面抓一把酒泡 多少随意也没有人洗手 显得很不讲究 也有小袋包装 但是质感不是那么好 如果带着出差的话 回来袋子里的茶叶都几岁了 这就是为什么要用小罐装 一罐一泡 当然 这只是小罐茶解决的浅层痛点 深层痛点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茶叶市场鱼龙混大 价格没问题 如果你本身是茶到行家 那么这不是问题 反而能从这种高度的丰富性当中 享受寻找好茶的乐趣 如果你喝的是口粮茶 茶只是和采米油盐酱次定义的日用 那么问题也不大 你只需要锁定 适合自己的性价比最高的茶就行了 但是在商务场合 这种价格混乱的情况就非常难难 想想看 你真心诚意 拿出一万元一斤的茶叶来招待客人 你要是不说吧 客人以为这是一百元一斤的 你要是说吧 客人以为你是在忽有 你找谁说了一句 同样的 你令你和茶叶去送人 其实双方是在打一场肚皮关子 对方在猜 你这盒茶叶值多少钱 而你在猜 对方以为你这盒茶叶值多少钱 针对这个深层性点 解决方案 同时去请调高深莫测的茶文化 因为这会鉴于更加价格汉度的难度 也不是去强调性价格 因为商务场合需要其二 小灌茶的解决方案是标准化 就是把中国十大名茶 统一品级统一价格 在市场上形成一个价值共识 也就是 当你拿出小灌茶来招待客人 不用你多介绍什么 客人就知道你的茶 是什么品质和价值 如果是小灌茶精灌 那么大概是五千元一斤 针对这个场景重点 小灌茶的广告也非常精准 就是贵客道小灌茶 正是因为在市场上 成功形成了价值共识 小灌茶无意中 也成为了商务送你的好选择 所以祝国音说 小灌是行 标准化是神的 所标准化 就是解决茶叶行业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在一个没有价值共识的市场中 创造价值共识 这就是小灌茶的报品力 来看今天的第二条 前段时间 在喜马拉雅播放的广播剧三体 以1.1亿播放量成功收官 这部广播剧 由喜马拉雅官方策划 在三体原著的基础上 借鉴好莱坞剧本模式 在剧情中设置了 大量的冲突和悬疑 在配音上 更是请来了国内 顶级的配音团队 729生工厂 广播剧上线后 受到很多援助党认识 很多人表示 这部剧的配音全大 带入本集团 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援助作者刘慈欣也表示 声音可能是科幻故事 最棒的代识 消息就是讲 来看看能学到什么知识 你知道吗 三体广播剧成功的背后 是一个正在高速增长的价值 这就是声音产业 所以叫科尔多经济 根据艾媒询数据 2021年 中国在线音频市场 规模为220亿元 同比增长168 最近2020年 在线音频市场 规模将达到312亿元 同比增长48% 用户规模将达到6.9亿元 一个年增长年超过40% 是用户规模 达到中国人口一半的市场 而且用户的税税依然 在极限并且 这是一个有巨大想象空间的市场 其中 用客收听天号排名前三的类型室 有征服广播剧的特殊设计 这是三体广播剧大广播剧的 而且它还大脚了广播剧的 比较多数区区 过去的广播剧 大多数网门本身未有产业 自己策划和制作 属于非盈利非专业的作品 也叫做广配剧 而现在 乘着耳朵进入的动作 广播剧走向商业房 像三体的人 由专业策划配音房子制作的 双配剧 正在成为特大在前音频中海的热门场 我国际特别是双配剧的暴发 让配音演员这个职业突然弃缺 不过 一个专业的配音演员 可不是那么容易推养 前期要有科班性能力 后期就熬过漫长的打球之 说明配音演员 曹生已说 一个配音演员从两次来 起码要有两千比起 这主要三到五年 不是每个人都好 你怎样过去 那爆发的是星球就好 我注意到 互联网外观众的回船 只要按一个圈子 像商业策 下一次配音表演 这个圈子 每种会成为 培养配音演员的精神力 加系 都跟在线推播场合 大家在周周群或者APP上 选择剧本和角色 自己来给角色配音 特别是那些专业的加系APP 他们会把房间 预感背景越多的音支配到 但你可以迎接到 移门开门 过一把手机进行 而且加系配音 都有更新的广播 配音 玩家不需要 对角色定制的嗓音 也不需要完全按需的配音 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强法 调整台词和情绪 有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 这样就会越玩